大家好,我是荔枝 我现在在我最喜欢的一家酒吧 大月啤酒吧 然后今天在这边拍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周围的有一些店员 可能看我在这对着这个摄像机说话 是不是有点奇怪 然后呢,这家酒吧是我经常过来的 它在北京一共有三家 它们啤酒一共有大概十几种 我看了一下那个酒单以后 我发现只有这一种我没有喝过 其他都喝过了 所以我就点了这个 这个它的名字叫淡光秀月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酒单是都写在那个黑板上的 可以看到这边 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是它的一部分酒单 然后另外一边还有 然后这是它的吧台 然后这是大概它工体 工体店的一个环境 现在人还很少 因为现在是中午嘛 现在那个这个酒吧 它有一些音乐在放着 所以我可能收音收的不是太特别好 这个先说一下这个啤酒 这个酒叫淡光秀月 它是这个酒是大月所有的酒里面 大概20种左右吧 所有酒里面这个度数最低的 然后它的这个酒的颜色可以看到 它是 它是一个酒红色的 就是暗红色 像那种 红宝石一样 这个酒只有3.5度 其实我已经喝了一点了 它刚接出来这上面都是泡沫 然后它的这个 你闻起来它是有一股 它有一点 有点那个葡萄干的味道 然后喝的时候呢 那个沙口感适中 收口的时候 就有一点石榴的那个 那个香味 其实这个3.5度的话 跟一般的 我们普通常见的啤酒度差不多 所以 虽然别看它这个颜色很深 但度度非常滴 所以喝起来可能没有太大的那种 酒精的感觉 另外呢 我还点了一个 因为今天大月这边的汉堡我也特别推荐 特别好吃 但是今天我不是特别饿 我又点了一个炸蘑菇 这也是他们最近新出的一款 一款产品 然后可以蘸着这个沙拉酱吃 所以我可以说一下它这个啤酒的名字 是我喜欢大月啤酒的主要的一方面 除了它这个酒好喝 另外一方面是它起这个名字 就起得特别有文化 比如这个酒 这一杯它叫那个 淡风秀乐 淡风秀乐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它是指 就是就古代啊 我们那些士大夫 摒弃了公语名以后 隐匿在山水之间生活 陶冶清操 然后游历四海那种 深藏公语名的那种感觉 所以叫这个淡风秀乐 另外我喜欢这边 它们的另外一款啤酒呢 就是它们大月的这个啤酒 它分极种 一种是有什么时候喝 都有那种长度的酒感 还有一种是看运气 它不一定什么时候会和尿 看运气有没有 另外一种呢 就是那种季节性的 然后可能是它的配料是根据 比如比如秋季啊 或者冬季产的一些农作物有关系 所以那种是季节性的啤酒 好 它起的名字我都非常感觉 我最喜欢喝的一款啤酒 叫万亩小麦 就是有一万亩小麦的那个万亩小麦 那个酒也是也是一种深色的 但是它是一种小麦啤酒 那个味道它就属于它是季节性啤酒 所以只能在某个特定的季节喝 然后应该是可能是秋天了 我记不大清楚了 现在就现在就没有 因为这是第一种啤酒 还是有点不太好意思 所以我就不说太多了 然后之后呢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大约其他的各种 大概十几种啤酒 就大约所有的酒我都喝过了 然后今天加上它新出的这款 可以说99%的酒我都喝过了 然后大约的汉堡也非常不错 改天我可以再详细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约这个品牌 然后他们的发展的一些历史 然后包括他们一些酒的一些 更详细的一些情况 好 那我们就到这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